乳腺癌的肺转移 从医学角度来讲 乳腺癌的肺转移 大多是血型转移所致 那么对于早期的患者 他们大多数是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的 通常会是在定期复查的时候 在胸部CT发现有单发 或多发的节节 这种节节癌一般情况下 是以双肺多发 而且是散在的 那么在这个胸部的检查中 我们一般建议 每一年至少要进行一次胸部CT的检查 因为胸偏他发现肺部的病灶是比较晚的 那么对于CT来说还是比较敏感的 那么对于转移早期的患者 因为症状并不明显 通常也没有什么自知的症状 那么在转移的晚期 比如出现了胸水 或者是中隔淋巴节转移 患者可以出现胸痛 干咳 痰中带血 这种症状 如果转移的病灶 侵犯了较大的支气管 分支 这个时候 他们可以出现肺门或中隔淋巴节转移 那么对于晚期的病人 他们通常会有呼吸困难 或进食有阻挡管 那么少数的病例 可能因为肿瘤压迫喉反神经 引起声音嘶哑 引起对于这个术后定期复查 是非常有意义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